在這些潮濕的天氣 很多女生 特別是柔性肌膚的你 都會想化一個清爽的底妝 好 立即開始教你 近來我就開始踏上神仙水的奇妙之旅 我看了湯圍的廣告 神仙水好像要這樣開 好了好了 倒些是瘦心 接著就可以拍上臉 油的皮膚拍一次都夠了 我自己就乾一點 喜歡拍兩次 我用了大約一個星期左右 覺得皮膚出油少了一點 毛孔也收細了 皮膚摸上手也軟滑了一點 我會繼續用下去 看看會不會再好一點 如果你那一派皮膚狀況比較差的話 還可以請神仙打救 啊 不是 是神仙水才對 倒些落個化妝棉 塞敷五分鐘 皮膚會即時有彈性 皮膚飲爆水之後 就不用再塗霜霜了 直接塗防曬 這樣會清爽一點 我建議大家用一些比較水性的防曬 這樣塗上去會容易吸收和清爽一點 其實很多時候溶妝是因為你塗得太厚的粉底 所以你在選粉底的時候 都可以選一些比較柔質一點 和透薄一點的粉底 這樣就會沒那麼容易溶妝 我也建議大家用粉底掃上粉 這樣就會更加貼薄了 我想大家化底妝 少不免要用遮瑕膏才安心 這樣礦物成份的遮瑕膏 對皮膚會比較好 沒那麼容易出粒粒 用無名紙 記住是無名紙 輕輕地印在有瑕疵的位置就可以了 剛剛塗完遮瑕膏的位置會有點黏 打一點碎粉就適合了 其他位置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不塗都可以的 臉會有光澤感 化好美妝就可以出街見人 不過這些那麼潮濕的天氣 通常過幾個小時都會溶妝 想避都避不到 這個時候又可以找神仙打救了 把神仙水倒在化妝棉上面 輕輕抹走浮粉的地方 然後輕輕按摩臉 讓它吸一會 最後再印一點乾粉上去 這樣就可以徹底清掉粉的樣子了 這次的教學就差不多了 剛剛用過的產品 我會列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那掉了我對中 脈脈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